你好,我是周小鹏,女人口中的闺蜜,男人眼里有天敌,有情感困惑,找我。 最近,后台有一妈妈私信给我说,说小鹏老师,我刚和老公结婚那会儿,两个人亲密无间,乌话不说,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两人变了同个屋檐下的陌生人,几乎没有了交流。 平时孩子呢,住技术学校,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,餐桌上都是各玩各的手机,白天上班,我们两个也都不发消息,晚上躺在床上啊,一个刷短视频,一个刷剧,谁困了,谁就先睡觉。 家里每天都是冷冰冰的,除非孩子回家,或者家里有人做客的时候,我们才向正常的夫妻会互相喊老公老婆,会互相笑着交流。 然而等孩子走了,家里人走了,又恢复了冰冷的状态。 我不知道听完这位女士的私信啊,正在看视频的你有什么感觉? 你是不是觉得,她们这种状态啊,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夫妻的一个常态? 如果你认为,这是常态没有任何问题,那你也可能跟她一样,出现了假性亲密关系的状态。 假性亲密关系啊,是心理学的一个名词,意思呢,就是指夫妻双方默认的一种关系状态。 这种状态呢,是形式上在一起,利用形式上在一起,来回避真正的在一起。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? 就大概的意思是说,夫妻俩呢,在外人看来很亲密,但实际上,她们不能坦诚的相处,掏心窝子的话啊,不会说给对方听。 彼此之间呢,也没有关心,更没有感情上的付出。 夫妻之间是一种将死的和谐状态。 我之前啊,有一个视频说过,说,夫妻睡在一张床上,中间啊,却睡出个银河系来,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 所以,如果是处在假性亲密关系这样的夫妻,那我们就是所谓的人前亲密,人后冷漠。 不主动和对方谈心,也不主动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,夫妻关系啊,还不如大学的室友关系,情感上的麻木,也代表了关系当中的分离。 那假性亲密关系是怎么形成呢? 心理学家认为,主要原因有两种,一种呢,叫习得行,也就是学习自己父母相处的模式。 第二种呢,就是面子行,夫妻吵架过后不解决,反而逃避问题,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知道,所以演给外人看。 演着演着,假性亲密关系就产生了。 可是时间长了,生活在假性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,就会让人变得很冷漠,这种状态也会让人窒息。 可是为什么假性亲密关系者又不愿意离开这段关系呢? 那是因为啊,虽然他们恐惧,害怕,但内心啊,又一直渴望得到真正的亲密,就是我们所说的, 哎呀,我一直啊,还是希望有一个人陪着,还是希望有一个伴。 那就像啊,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好,叫勇敢不是不恐惧,而是心怀恐惧,仍然向前。 我觉得这句话,其实送给假性亲密关系者,是他们最好的能够破解的良药。 所以身处假性亲密关系的夫妻应该怎么做,才能让关系变得亲密,真的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呢? 有三步,第一步,用倾听代替指责批评和冷漠。 我知道我总是要求你,会让你很不舒服,如果以后在家,我说话让你不舒服,你就告诉我, 但我希望以后每天,你也能跟我说十分钟的话,因为我爱你,希望能多听听你说话。 所以你在想啊,当你这么去跟对方说的时候,是不是对方听着会舒服很多,你说着也会舒服很多。 当然说这些以外,我们平时生活当中,也可以多说说废话。 比如说,你吃饭了吗?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好不好?要不我们出去吃吧? 这些看似很鸡肋的一些废话,就是家传里短的废话,它可能啊,就是婚姻最好的润滑剂。 我们常说嘛,感情不像食物,放在冰箱里冷藏,拿出来再热一下就能下肚。 所以与其把积攒的埋怨藏在心里,不如啊,和爱人说点废话。 被抱怨冷漠破坏的关系,是一定要靠关心和柔情暖回来的。 那除了第一步以外,我们就要做第二步,把爱放在第一位,而不是别人的看法。 维护面子,但是不要爱的做法,是导致假性亲密关系的关键。 太在乎别人在想什么,太在乎身边的人的看法,所以关系才越来越僵。 所以如果你能把爱放在对方身上,把爱对方放在首位,而不是把对别人的看法放在首位,那对方就能感觉到。 所以亲密关系当中,要把彼此看得更重要,才会让我们有信任感。 那除了第二步以外,接下来又是第三步,我们需要把感激和欣赏常常挂在嘴边。 罗兰比勒在亲密关系当中提到,人们更喜欢接纳自己的人,恋爱是因为彼此的认可,想要关系亲密起长久,就更需要认可。 当然那些重度假性亲密关系的夫妻,我是要强烈建议你们去做咨询。 很多人愿意为自己的伴侣买上万块钱的包包,却不愿意花几千块钱来修复婚姻关系,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区域。 最后我特别想说,食物的保质期是最佳赏位期,但并不代表过期后食物就会坏掉,婚姻也一样。 没有完美的婚姻,只有用心经营的婚姻。 听完这个案例,你有说过吗? 关注我,私信我,帮你握紧,属于自己的幸福。